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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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我是比亚里车主面主 今天我带大家来看一下我的车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首先寬体改了一套 place 然后轮毂是RAZE的D37Mk2 卡前的话我改了一个前六后四 然后custom laser engraved with first name and last name 后视镜的话是APR的Track Edition 唯一的话是Battle Arrow的Cassie Mount 我用的轮胎是Toyo 28882 加上避震的话是OLINS的Rodding Track DFB 加上Washelag的Kimmer Play 性能方面的话最主要的就是这一套Edlebrook的机灯 机灯的话它自带一个很大号的中冷的前轮 油冷的话我买的是Greedy的 加上Coyo的大号水箱 Mishmoto的Cool and Overflow Tank 再到前面的话这里Pulley的话是Veroose的轻量化Pulley 和它的AirWheel Separator 这边的话就是刚刚讲到的Washelag的塔顶 配合我的OLINSB站 像这个的话就是Cuzco的车身加上件 包括我整个底盘都装了一整套的加上件 Washelag的车身刚性不是非常的好 加了这个之后对我这个车操控性提升是最大的一个 排气呢投妹的头段加上中尾单都是FRA带发纹的 现在的话Mustand Dino好玩是轮上300多匹 对是Safe-Tune的情况下 我觉得完全够了有些人Washelag 6700匹的 说句实话不是那么的平衡 而且这一套基增装完之后动力曲线非常的平水 就感觉像是换了个发动机一样 并没有上路完以后来种动力来的很粗 类似的话首先轻量化就是拆嘛 我拆掉了一些我自己认为不必要的东西 像门板后排座椅还有后面的Panel 外排和座椅都是一套Sparkle Sparkle的快叉 这个表的话一开始我是想上传统的三连 但是这是我朋友推荐我的戴续表 用下了之后体验非常好 我可以读到更多车的数据在车道上 这个防滚架的话是autopower的 焊接在车上的 比包放的这种强度要高一点 当年之所以我改这台车 是因为当年刚开始转车的时候 率算有限嘛 这台车的话是34万美金以下 操控性包括主玩性算是比较高的一台车 这台车的话我买的是自动挡 然后我身边有些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做 自动挡和手动挡对于玩车的人来说 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 因为我是当时买了这台车 我还是考虑到我上下学通行的问题 就想开的时候轻松 那车我想说的一句就是 擦擦你啊 这就是又爱又恨 对我来说 真的是 花了很多的心思的心血 基本上课余时间 会显天 都大概不太知道 好的地方呢就是 他带给我的快乐是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 特别是 改装这台车的时候 认识了非常多的 最终道口的朋友 去年是刚刚改完 第一次大家下赛照 肯定会看到很多问题 所以大概我花了半年的时间 把这些问题基本都解决了 这台车快和不快 没有什么 没有那么在影响 就是为了享受 它带来给你的存在的乐趣 对 车对我的影响的话 基本上就是生活也全部 因为现在事业 包括我的朋友圈 还有我的生活 所有的重心 基本就是围绕你车的 那就是想跟一些想和我一样 想改86的人的一些建议 就是一定要多开 就是不一定别人改了什么 就适合了 因为你只有在多开你自己车的时候 才会找出自己的问题 说你车真正需要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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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